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可可 佩萱 歡迎來到可可 看世界 健康快樂 看得見 今天呢 非常的開心 帶大家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鄉 清水 我是一個離家15年 搬了17次假的返鄉青年 我決定在一個牛馬頭文化遺址園區裡面呢 開一間餐廳 店名叫做本一草堂 歡迎大家跟著我 到我的餐廳裡 走走吧 慢慢跳 好 OK 謝謝 好 OK 走吧 我記得我2016年那時候 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驚豔 因為以前啊 我每天經過的時候都是戒備森嚴 然後外面有很多的阿兵哥在那邊站哨 是完全不開放的 那現在呢 在2013年的時候 開放給大家參觀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真的是太幸福了 那我們全部這裡呢 有7棟 1245棟呢 是可以參觀的 那我們要去3號棟的餐廳 我的餐廳就在這裡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好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好 萬物為本 始終如一 草木眾生 齊聚一塌 這是給我自己為這家店寫的長頭詩 也是來給來這裡的客人祝福 莫忘初衷的意思 那這裡呢 就有 蘇果沙拉 熱壓吐司 然後還有燉飯跟義大利麵 那也有隱藏版的 嚕肉灰飯跟明露面面等等 這些呢 都是跟我的經歷 還有在地的文化有關係 戶外的氛圍就像是隱藏在清水小鎮裡的小歐洲餐廳 這一個花車呢 是我在市集一年半的延伸 那大家也可以到我的頻道裡面搜尋可可風市集 就可以看到我這一年半是怎麼樣帶著這一台46公斤的柳層機 跟著大家一起到處擺攤 包括後面的木頭櫥窗呢 也是我們的小農市集 以及我們這邊的櫥櫃 也是中區法藝橄欖油的代表 那也是告訴自己一個莫忘初衷的概念想法 整個寬敞的空間呢 不包含戶外區 室內可以容納20到30位 包含我們的課程 會議 私廚 還有婚宴等等的活動 在清水要找這樣的區域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平常要來的朋友 記得先打電話預約喔 很多人問我 離家15年為什麼選擇返鄉 我原本以為我會在台北過完我的下半輩子 最直接的原因跟大部分的返鄉青年一樣 新 新的家人 同時也意味著要背負更重大的責任 在這裡 我被大自然療癒著 遠離世俗成效 與過去的歷史文化對話 跟著基地與協會一同成長 看著過去想想未來 這是一塊讓清水人不只是清水人的土地 它承載了4500年的歷史 從軍營到神社 史前文化 這些過程裡 你又看到了什麼呢 歡迎大家有空到本一草堂走走 這是我為大家準備的網美牆 讓我們一起聊聊創業的那些事 下一集會帶大家到我們的軍營時期 那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